据说如果不小心从万米高空掉下来 只要钻进碰碰球里就会毫发无伤 并且在电影飞鹰计划中 成龙大哥为了躲避土著人的追杀 他躲进碰碰球后从悬崖上一跃而下 最终成功死里逃生 因为碰碰球的巨大表面积会降低人的下落速度 并且在落地时也会像安全气囊一样起到缓冲作用 可这样从高空掉下来真的不会摔死吗 为了验证这种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通过关系搞来了两架直升机 并决定将志愿者粉丝从致命高空丢下 然后对比有无碰碰球时的受伤情况 但由于找不到铁粉自愿尝试这次实验 他们只能请来了假人老兄 同时为了测量落地时受到的撞击力大小 吉米在假人头上粘贴了50个巨的震荡感应贴 而胸部则贴上了100个巨的 一旦在实验中发现感应贴断裂 就说明人会当场开袭 之后他们将老兄请上了直升机 并用绳子固定以防止意外掉落 然后吉米在目标地面做好了标记 首先进行的是没有碰碰球保护的对照实验 等飞机到达300米高度时 亚当对准标记位置丢下了一个沙包 确认将落地点没有偏差后 亚当割断了老兄的安全绳 然后一脚将它踹了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由落体加速 老兄狠狠砸在了地面上 而通过高速相机计算 假人落地时的时速达到了193公里 并且身上所有震荡感应贴全部断裂 显然要是哪个倒霉鬼被这样丢下来 一定会死得很惨 那如果有碰碰球的保护 假人又会不会幸存下来呢 接下来留言组将假人塞进了碰碰球中 然后连接上飞机的吊绳 并且在绳子上安装了自动释放装置 当碰碰球达到300米的位置时 亚当立即释放了绳索 这时碰碰球直接从高空 以90公里的时速掉落下来 再经过几次回弹后成功落在了地面 看起来这次老兄的情况要好很多 可虽然落地的速度不到之前的一半 但经过检查他们发现 假人身上所有震荡贴纸全部断裂 显然碰碰球的缓冲 还是没能挽救老兄的生命 亚当认为如果往里面填充满气泡膜 也许假人就能死里逃生 可事实真的会这样吗 之后他们将假人塞进碰碰球后 继续往里面装满了气泡膜 然而当他们再次进行释放时 这次碰碰球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多次回弹 反而在强大的冲击力下 球体竟然直接破裂了 导致里面的气泡膜散落一地 并且假人身上的震荡感音贴 也显示老兄再次当场开戏 所以电影中的情节完全就是扯淡的 大家千万不要轻易模仿 据说钢索绷紧后就会产生恐怖的张力 一旦发生断裂 能瞬间将人拦腰切断 并且米国航母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一架战机在降落过程中 阻拦索突然断裂后横扫甲板 差点将旁边的船员切成两半 难道钢索断裂真有这么危险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先做个模拟测试 以确定绳子断裂后的走向 即你将绳子固定在桌子的两端 而亚当在台面上画好相同见距的方格 然后他们用刀片割断了紧绷的绳子 这时绳子垂直扫过了中线 为了让绳子横向甩动 他们在切割点位置的中线上放置了障碍物 并且再次进行了测试 果然绳子朝着旁边甩了过去 随后他们又在中间放置了一个铁柱 这次绳子奇迹般地抽在了铁柱上 接下来他们计划在两个柱子之间绑上钢索 然后在中间放上障碍物改变钢索的甩动方向 这样剪断钢索就能击中旁边的志愿者了 方案确定之后 经理来到商店选购了拉伸钢索的液压活塞 并趁老板不注意顺了的遥控切断装置 以保证释放钢索的时候不会出现意外 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 亚当只能买来一车不要钱的二师兄 为了让二师兄更加接近人体质感 他们还在二师兄肚子里填充了组织替代胶 下面留言组找到一处废弃的厂房 而里面的柱子刚好可以用来固定钢索 并且他们同样在反弹路径上焊接了障碍物 然后将二师兄悬挂在靠近切割点四分之三的位置 因为这里绳子的离心力最大 所以抽打的力道也是最大的 本着受力面积越小切割力越大的原则 他们决定首先用较细的钢索进行实验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两人躲在室外启动了液压活塞 当钢索被拉到极限状态时 亚当按下切割装置的按钮 强大的力量瞬间将二师兄甩到了三米开外 高速相机下甚至能看到钢索撞击铁桶时出现的火花 但却没有将二师兄切成两半 于是他们换成了更粗的钢索 这种钢索可以承受超过四万磅的拉力 那他又能否将二师兄切开呢 当拉力达到极限的时候 他们再次切断了钢索 而这次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十辆卡车的拉力 可尽管如此 二师兄依然没能被切成两半 显然想要以这种方式切开身体是不可能的 但如此巨大的力道如果抽在人身上 估计会有点疼 为了能彻底将二师兄切开 两人开始不讲武德 他们直接用细钢索套住二师兄并绑在柱子上 然后钢索的另一端用起重机进行拖转 随着亚当一脚地板游 二师兄如同被割韭菜一样拦腰截断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再加尝试 据说将C4炸药放进微波炉里加热一分钟就会爆炸 难道炸药不是受热后立马就会爆炸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偷偷偷将邻居家的微波炉搬到了试验场 并决定用来加热C4炸药 但由于本次实验具有一定危险性 没有人愿意按下微波炉的启动键 他们只能向当地的福波勒借来了拆弹机器人 随后格兰打开了粉丝提供的C4炸药 首次测试他们将450克的剂量直接放进了微波炉 并把加热时间设置成60秒 而为了实验的绝对安全 托瑞在旁边的桶中灌满了水 然后放入装有雷管的C4 当微波炉里的炸药没有被引爆时 他们就会引爆水桶中的C4从而炸掉一切 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机器人按下了启动键 紧接着以近乎逃命的速度跑到了安全屋 但让人惊讶的是 随着倒计时归零 炸药并没有任何反应 看来微波炉并不能直接让C4发生爆炸 于是托瑞引爆了水桶中的炸药 那么如果加上电影中一样的道具 又能否引爆C4呢 接下来他们给炸药塞进了一枚电池 并且装上了一些导线 虽然他们并没有与炸药连接成一个回路 但金属导体在微波的辐射下会产生强大电流 从而出现打火的现象 这样就很有可能引爆炸药 可事实又会怎么样呢 等机器人按下启动键后 导线立马在强烈的辐射下冒烟并开始燃烧 而C4被点燃后火是越来越大 但直至全部烧完也没有发生爆炸 他们只能再次引爆了水桶中的炸药 为了彻底引爆微波炉中的C4 他们最终决定在炸药中放入雷管 因为C4的物理性质非常稳定 不管是用枪击还是火烧 都不能直接将它引爆 甚至传言还有部队将它当作燃料来做饭 而使用雷管是引爆C4的常用方式 在实验中当微波炉开始加热后 金属导线会产生火花并点燃雷管 从而间接引爆炸药 可这种炸药一旦发生爆炸 冲击波的速度能达到每两八千米 足以对借来的机器人造成毁灭性伤害 所以为了避免产生巨额赔偿 格兰现场打造了一个遥控手指 并安装在了木桌上 接下来他们按照这种方式 布置好了导线和雷管 然后托瑞将炸药放进微波炉 所有人躲进了安全屋之后 他们启动了遥控开关 这次C4炸药在加热两秒后就发生了爆炸 比电影中足足快了30倍 可见如果用这种方式制作的定时炸弹 根本就没有机会逃跑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就算你家有微波炉 也千万不要尝试 据说如果子弹击中汽车油箱 只要点燃露出的汽油 火势就会顺着油剂引爆汽车 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首先需要测试燃油的蔓延速度 他们将三种常见的燃油 分别在金属板上喷出7英尺的油剂 然后从一端开始点燃 看火焰到达另一端需要多长时间 首先测试的是汽油 当亚当点燃油剂后 火苗在1.5秒内全部燃烧 接着他又将柴油喷在金属板上 然而不管喷枪如何燃烧都不能将其点燃 因为柴油只有在气化后才会燃烧 最后测试的是喷射燃油 但结果也和柴油一样无法被点燃 显然汽油才是最有可能成功的 而为了验证油量对燃烧速度的影响 他们又在金属板上喷上更多的汽油 但燃烧时间依然保持在1.5秒 所以汽油的燃烧速度和油量无关 亚当通过计算器反复计算之后 得到汽油的燃烧速度为每小时3.17英里 几乎和正常走路的速度差不多 下面他们将在安全的试验场进行小规模实验 吉米制作了一个小型遥控汽车 并在上面安装了漏油瓶 当遥控车向前行驶 身后就会形成一条油剂 亚当点燃了地面的汽油 但火势并不能追上遥控车 为了确认现实情况下油箱重弹后 能否形成连续的油剂 他们用两种常用口径的子弹 对油箱进行了设计 而结果显示 弹孔大小分别为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五英寸 接下来他们将用真车进行实验 看点燃地上的油剂是否真的能引爆汽车 下面留言组捡来一辆不要钱的皮卡 并将装满汽油的油箱用支架固定在车后 而油箱上有一根小口径弹孔大小的漏油管 当吉米启动皮卡车向前行驶 亚当则点燃地上的油剂 但火势燃烧得非常慢 吉米根本不需要踩油门 于是他们换上了八分之五英寸的漏油管 这次吉米将车速降到了五英里每小时 火势依然落后于皮卡 但亚当却犯了致命错 他忘记通知吉米加速 导致漏油管被点燃并且已经无法摆脱 最后用灭火器才阻止了更大的事故 通过这个失误让他们发现 越是靠近油箱的火势烧得越快 这是因为新鲜漏出的汽油挥发浓度高 从而更容易燃烧 而时间久了挥发气体就会散开 导致燃烧速度变慢 最后他们来到了专业场地再次实验 这次他们将以20英里的车速进行测试 当亚当点燃地面的汽油 刚开始火势还能沿着油寄燃烧 但在100英尺后火势逐渐熄灭 因为车速加快导致油寄太细并且已经挥发 从而无法继续燃烧 然而实验并没有就此结束 他们决定玩一场刺激的 直接让火势追上油箱 看这样是否会发生爆炸 然而结果让大家失望了 虽然大火已经完全将油箱包围 但还是没有出现爆炸 吉米分析是因为汽油本身并不会爆炸 才能达到爆炸条件 最后他们将油箱盖子打开 并放入仪器来检测气体的比例 当达到爆炸条件时 亚当立即点燃地上的汽油 然而再次让大家失望了 虽然大火很快引燃了油箱 但还是没有发生爆炸 因为汽油蒸汽很快就超过了爆炸上限 所以点燃地上的油机并不会引爆汽车 但这样的做法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尝试